好 即使是十年不见 诸葛亮在娱乐圈依旧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导致于现在的年前朋友 或许呢没有真的曾经看过诸葛亮过去的演出 但对于这个人呢还是非常的熟悉 像是现在比较红的像艺人杨曾伟 就曾经呢模仿诸葛亮的方式来唱经典歌曲 甚至呢诸葛亮还红到了对岸去 在上海也有一位爆红的舞台秀主持人 被称之为上海诸葛亮 人间蒸发十年的诸葛亮到底影响力有多大 先从国内演艺圈看起 金光邦杨宗伟的经典模仿一定会叫他秀一下模仿诸葛亮 而这样的模仿表演演艺圈其实许多人都会没啥稀奇 但是看看这位进程车问奖 靠着模仿诸葛亮招揽生意 业绩成长了好几倍 后来受伤怕不能再模仿 生意会一落千丈 更夸张的是连大陆脱口秀主持人名字也要取一个亮字 被称为是上海的诸葛亮 十万和一百万是多一个零手一个零 因为一存在的时候多个零千亿 所以你也爆下去吧 他就整个零 诸葛亮独特的风格还有影响性 在这十年当中还真的历久不衰 终于新闻张旭福嘉欣 平台报道